結帳娘妹 麥表比基尼正妹 太犯規 人正真好 這名正妹 之前穿著比基尼麥表的照片 在PTT爆紅 網友直呼 講麥表 太犯規了 被網友封為蜜糖妹的她 今年才18歲 大家好 我叫盧綸龍 然後我今年18歲 那我進去逛街啊 平常就是休閒的時候 也會聽一聽音樂 如一如日前 將自己與母親穿著 泳光照片 拖散臉書 一把網友熱烈討論 誤以為是姐妹的 結果網友竟還搜尋到 母女檔的全家福照片 發現爸爸也俊暢無病 大戰這家人 竟直是超級人生勝利組 憑委安徒所盡 而且經過多日溝通 總算約到她 在打工的餐廳碰片 她笑說 帥爸在新竹以下 建設公司上班 竟然則是百貨專櫃小姐 通常就找這樣 所以會有家庭 然後媽媽都要買網傳 爸爸的照片被挖出來 我覺得我講得比較 比較奢勞 我一定是 我會叫媽媽叫很大聲 然後說媽媽啊媽媽 然後那個店員 可能就會很驚訝說 這是媽媽喔 這密堂土石店 打工的如荫龍 也是追蹤者 從兩百多人 暴增到三萬多人 我學校在百貨專櫃 然後就是護理 我就是才覺得比較適合 我才認真是休閒的方法 沒有 所以我就是沒有再接觸 游憑蓉說她不是靠網路推銷商品 而是用網路賣家 提供商品請她拍照代言 然後我代言那個手錶 代理給妳這個用嗎 沒有 就是她給我商品 然後把拍照推銷 所以妳也不是各位 一定要穿成比基尼一樣 因為那個口表跟比基尼 都是她的 都是那個賣家的 密堂妹如玉龍上班 都會碰到粉絲 風情起來捧場 便要求合照 她跟來者不去 但是如果是搭訕 這恐怕沒那麼簡單 沒有啊 沒有追錯 真的沒有啊 因為這邊女生就是說 很多搭訕的地方 會有 然後會搭訕比較少 但是會比較多 她就說可以跟我做個活動 然後跟我要聯絡房子 妳有點好嗎 對 就是搭訕完之後 她去買了一本就不要給我 如玉龍暑假過後 將重回校園 就讀高職業監督 她說目前只想好好工作 完成學業 未來有機會 也不排除超平面模特兒發展 董思文 可愛妹妹人人愛